今天參觀紅磡海日豪園的單位 面積八百多呎 空間足夠屋主一家四口居住 味中不足的就是有條長走廊 要淡化壓迫感 設計師將旁邊的住物房拆走 變成備餐間 還用了一些設計技巧去收拾 一齊看看 這個位於紅磡海日豪園的單位 實用面積大約八百五十呎 有三間房 另一個儲物室 足夠屋主一家四口居住 唯獨一進入大門 儲物室旁邊和廚房間隔長 形成一條長走廊 過線不足之外 亦都很增加壓迫感 為了收拾門口的長走廊 設計師先將旁邊的儲物房拆走 變成備餐間 廚房對面的房間 將它拆掉 變成我們可以引入 在客廳的大窗的陽光 在那個位置 令到空間感覺上會大很多 另外我們亦都做了一個備餐區 變成我們亦都可以方便互處 廚房間隔長和門 改成灰色玻璃托門 完全打開的時候 變成開放式廚房 和被餐間連貫起來 不過拆走間隔長之後 天花留得一條又粗又大的橫樑 設計師就這樣去修飾 設計了一個新灰色的木框 而配合燈光的效果 令到空間不會感到很壓迫 全屋的用色以藍戶主最喜歡的黑白灰去打造 設計簡約 由於用色比較大 設計師就配搭不同物料 避免過於單調 黑白灰本身這三個顏色是一個冷色系列 很多時客人都會覺得比較沉悶 所以我們今次就用了幾種不同質感的物料 去做了一些配搭 例如用了灰色皮革的色面 灰色的焗漆玻璃 以及木器方面我們都用了一些噴漆的色面 變成更加令到整間屋會比較難看 又放一些鮮色的散件傢俬 和裝飾品提升格調 單位的景觀一般只是望樓景 設計師預約屋主會長期拉窗簾 所以特別挑選了一款拉攤簾 同樣是屋主鍾成的白色和灰色 日休的時候可以用白色這一邊 等陽光投入屋內 晚上的時候可以轉用灰色那邊 配合室內燈光營造另一種氣氛 客飯廳之間有另一條走廊 通往三間睡房 設計師用灰色木條紙 跳了一道暗門 令客飯廳望落更加歸一 同時可以隱藏入口 主人套房貫設全屋風格 以黑白灰作為主吊 電視機長身是雅灰色焗漆面 床背用了灰色圓墊增加立體感 南戶主有一座鋼琴 設計師將它收納在衣櫃之內 因為房間的空間有限 所以我們索性將鋼琴放在衣櫃裏面 亦配合一個燙節門的設計 彈鋼琴時亦很方便 屋主的兒子和女兒分別有自己的房間 女兒的小天地用色字眼要適合她的心髓 有齊書櫃、書桌和收納雜物的地方 兒子性格活潑 當色 牆上的掛畫 都是走可愛路線 又這段時間 也看起來 要視乎一下 成功